1923 我這裡有幾個版本 但大家不要理會是中文版還是尾版 首先第一步,我們要看看它的正背錶 裡面有沒有一條條的橫紋膠鼠印 這樣,正背錶也要有 這瓶背錶也是有的 再看看這瓶 每瓶都會有的 如果正背錶也沒有的話 它肯定是假酒 再看看這瓶 這瓶正錶也有 背錶,背錶是沒有的 是一塊塊的橫紋印 這些不一定是假酒 這些叫英文換中文 這樣價值會有所不同 再看看這個位置 每瓶的生期 這個位置 它都會有一個二維碼 但你需要借助紫光燈 才可以突現出來 這些瓶也有 這個可以刮掉 這些瓶也有 其實看生期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是看頭 因為大部分的造假 都是回收瓶造假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看瓶模的工藝材質 因為造假不可能用過高成本 去做到大廠的工藝 就像這條C拉線一樣 它是很均勻,很精細 摸下去是有少少角手的感覺 它不會突然撕裂爆口的現象 它刺穿的是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 它是有胸癖位 還有平頂位置 可以看到這兩邊 它是有幾個小孔的 這個是刺穿了 但你借助放大鏡 它是很圓的 不像爆裂撕開的感覺 再看看打橫的C拉位 這個位置 它是刺穿的 來到這個位置 是有刀口的 兩邊是相對稱的 再看看這個角位 它的收口 是很緊緻的 這樣摸摸它的手 每一個都是 它不會出現一個鬆一個緊的現象 每一個收得很緊 更多的防藝要點 就像酒花一樣 那些非專業的 不建議用了